在眾多通緝犯中 癌症已經連續37年 穩坐國人十大死因之冠 每年奪走數以萬計的性命 而在這眾多癌症派系中 又以肺癌派最為囂張 不但死亡率最高 晚期發現率最高 醫療支出也最高 它就是令人聞風喪膽的黑市里 肺癌大佬 肺癌的成因是由於肺部細胞受到刺激 發生重度異常增生 形成腫瘤 可能出現咳嗽 胸痛 吞咽困難 精神不濟等等症狀 但在離癌初期 這些症狀並不明顯 患者很容易以為是小感冒 而置之不理 等到發生嚴重併發症 或癌細胞轉移時 常常為時一萬了 一戰就留給 抽菸的人才會得肺癌嗎 肺癌派這個黑市里 奸詐狡猾 害人於無形 除了香菸二手菸 長期待在餐廳廚房 金屬 野礦 放射線等 高致癌環境 也會增加肺部細胞病變機率 同時 罹患過肺結核 肺部慢性發炎 或是家族有肺癌病史 都讓你更有可能患病 如果直系親屬 有兩位以上得過肺癌 那麼你罹患肺癌的機會 甚至是一般人的五到七倍 另外 國外研究證實 PM2.5濃度與肺癌死亡率 呈現高度正常觀 在台灣 空氣品質較差的高頻地區 肺腺癌增加率亦遠高於北部 在空汙問題加劇的今天 你我都有可能是肺癌高風險族群 篩與不篩差很多嗎 如何找出肺癌的藏身之處 答案很簡單 正確篩檢非常重要 超過七成的肺癌患者 被診斷出癌症時已是晚期 而肺癌的五年存活率只有24.13% 是所有癌別中最低的一種 但如果我們早一點發現癌症 在腫瘤還不到一公分時進行切除 治癒率卻可高達85%到95% 殺了一個我 還有千千萬萬個 等等 啊 目前肺癌篩檢有很多種方法 大家最常聽到的是胸部X光 然而X光不易偵測或判讀早期肺部病變 難以篩檢出早期肺癌 那該怎麼辦呢 這時候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LDCT 就能派上用場囉 LDCT能偵測到小於0.3公分的腫瘤 是目前最為靈敏的肺癌檢測工具 不過也因為它非常敏感 容易出現假警報 需要進一步與醫師會診才能確認 此外 LDCT的輻射量相較X光稍高 頻繁檢查會有輻射暴露風險 如果不是高維族群的人 可以與醫師討論後再看看要不要採用喔 那該如何好好養肺呢 養肺的方法有很多 健康生活 定期篩解和遠離污染 每一項其實都不困難 從今天開始 讓我們一起以行動支持 愛你不費力公益活動 遵守蔬果彩虹579原則 每天攝取五份以上的蔬菜水果 一週至少要有150分鐘規律運動等等 愛惜自己的身體 掃除癌視力 登上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